在斗破仓穹的番外中 硝烟和另外四位斗弟前往了大千世界中 因为未面乱流的缘故 导致了五人走散 硝烟则是被传送到了小西天街中 在落天神的帮助下转化了灵力 然后在一个小部落中找到了硝勋尔 那么接下来硝烟和硝勋尔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我们化结尚回 在硝烟和硝勋尔两人离开部落后 他们便被人所盯上了 你确定没有感应错 那小子身上有神火 此时跟在硝烟身后的一个身披黑袍的人 对着另外一位黑袍人问道 据消息得知是没错的 此人是从下面面来的 实力只有一品之尊 另一位黑袍人回应道 这二人一位是三品之尊 一位是二品之尊 他们盯上硝烟神火的原因 是因为原本打算偷偷去洛神族中 将洛神族的洛神剑偷出来 但却没想到根本无法冲破洛神族大阵 而意外之中 二人便发现了硝烟身上有着神火 虽然硝烟是从下位面上来的人 不过他在斗剃大陆的一伙 同样在大千世界中 也是顶级的存在 也是无数强者和炼药师所垂涎的东西 所以这一次 硝烟被这二人给盯上了 不过两人的实力 要比硝烟更强一些 还是大千世界中 土生土长的至尊强者 在神魄和修炼上 要比硝烟更加的出色 在追踪硝烟的时候 一直隐藏着自己的神魄气息观察 观察硝烟确实只有一品至尊实力后 便打算找个合适的机会动手 不过却没想到 硝烟的身边还有一位如此漂亮的女人 更是让二人起了色心 打算将硝烟的神火夺取后 把硝勋儿也搞到手中 而在硝烟和硝勋儿二人前往了一处森林中时 这二人也就开始显现出了自己的身形 假假假 这位硝勇不像是西天大陆的人啊 不知道要去何方 在下可否为硝勇指落 两位黑旁人突然出现在硝烟的面前后 身上的灵力瞬间调动了起来 不过硝烟却并没有感到意外 因为他早就知道二人在跟着他们 虽然二人将神魄气息隐藏了 但硝烟这种强者 在很多的时候都会留一些心眼 在周身释放了一些细微的神火 一旦有人接近他周身 硝烟便会立刻赶之 即便是有着隐藏气息的手段 也依旧是瞒不过硝烟 老鼠出来了 勋儿你先后退 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 这两只老鼠就交给我好了 硝烟并未在意两位黑袍人实力如何 应是从何而来 他此时只是想要试一试 自己进入这大清世界后 实力有什么样的变化 之前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现在有人送上门来 硝烟还是很乐意的 小子口气好大 也不怕崩了牙 其中一位黑袍人 见到硝烟没有将二人放在眼中后 便立刻出手了 只见其手中的灵力聚集 然后汇聚成了一个巨大的白骨手臂 看到了这一招后 硝烟脑海中瞬间想起了二人的身份 他们所用的招数 很符合之前酋长对他介绍的古神族 作为小西天界的四大神族之一 古神族向来和其他三族不合 一直想要将其他三族吞并 所以硝烟并不打算对二人留守 这种祸害还是趁早除掉才好 所以硝烟直接将一伙放在了两个手掌上 他的一伙在斗气大陆中融合了天下所有的一伙 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火焰 其所施展的毁灭火莲 威力足以毁天灭地了 这一次硝烟打算一击 便将二人解决 在《豆破仓穹》这部作品中 斗气大陆仅仅是一个下位面而已 而比斗气大陆更为高级的一个地方 就是所谓的大千世界了 那么你知道硝烟在大千世界中 有着什么样的奇遇吗 化皆上回 皆皆皆 果然是神火 小子拿命来 古神族的人在看到硝烟的神火后 眼睛瞬间冒光了起来 挥动着鼓手开始对着硝烟击打了锅剑 而硝烟则是不紧不慢地将手中的奇才火莲呈现了出来 在这火莲出现后 在硝烟周身空前的天地便直接炙热了起来 一种十分狂暴的能量 瞬间侵袭到了两位古神族人的身上 小心 这个神火能量似乎很狂暴 此时另外一个古神族的人感应到了火莲暴躁的能量后 立刻对着那位队友说道 但也为时已晚 硝烟的火莲缓缓而出 跟鼓手撞击在了一起 两者接触的一瞬间 火莲便瞬间膨胀了几十倍 将整个鼓手全部吞没了下街 炙热的能量瞬间爆炸开来 一瞬间就将那位三品至尊实力的古神族之人给泯灭 没想到他竟然有这种实力 另外一位二品至尊剑撞 立刻抽身跑路 火莲的威力是他根本无法抗衡的 此时不跑 那就只能等死了 但硝烟却并未打算放过他 催动了体内的灵力 瞬间追上了那位二品至尊 手掌一翻 玄中尺便出现在了手中 一火横骨尺 这招一出 那位二品至尊也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直接被硝烟击杀在了玄中尺之下 解决完两个蝼蚁之后 硝烟便带着小勋儿开始再度上路 他感应到了采林身上的一火能量 就在前方不远之处了 因为一个小小的插曲 也让硝烟意识到了 在这大千世界中也需要防范一些人 古神族并不是一个例外 小人总会在很多的时候出现 所以他也必须要尽快的去提升自己的实力 然后在这大千世界中 建立属于自己的一方势力才行 硝烟哥哥 你在想什么 硝烟儿看着有些心事重重的硝烟 关心的询问道 啊没什么 这大千世界需要探索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还是小心一些为妙 硝烟对着硝烟儿说道 两人此时也已经越来越接近采林所在的位置了 不过硝烟却也感觉到 采林此时所在的地方 有着一股十分强大的能量存在 而这股能量 让硝烟都感到有些恐惧 硝烟儿也感觉到了那股强大的能量 开始有些担忧了起来 应该不会 采林身上的一火依旧存在 并没有暴动的迹象 硝烟感应了一下采林的一火 我说道 总之 找到他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硝烟沉思了一会儿后 便带着硝烟儿飞快地前往了采林所在之地 不过在硝烟和硝烟儿二人走到一处边境的时候 极道强横的气息便突然出现 不知两位至尊有何事情 但我们蛇人族并不欢迎二位 一位身材恶挪 但是下半身却是蛇身的女子 对着硝烟和硝烟儿二人说道 蛇人族 硝烟在出现蛇人后 也顿时知道采林如今的状况 我们是来找人的 不知你们族中是否有一位名为采林的女子 硝烟对着那些蛇人女子开口询问道 但是在硝烟问出这句话后 蛇人女子们便瞬间警惕了起来 对着硝烟摆出了进攻的姿势 采林在进入大千世界后 便因为自己本体是韭菜吞天蟒的缘故 成为了蛇人族中的新任女皇 只是蛇人族从不跟外族有任何的联系 硝烟他们在刚进入蛇人族后便遭遇了阻碍 我族内没有你所寻找之人 你最好还是离开这里 蛇人族的侍卫对着硝烟说道 他们虽然没有至尊的实力 但是却也有着护族大阵 如果硝烟想要强行冲入 护族大阵也会让硝烟吃不少的亏 没有 我已经感觉到了采林身上的一火 如果你们不放人的话 休怪我直接冲进去了 硝烟此时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他已经很和善的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只是想找人 并不打算跟对方有任何的冲突 但对方如此的蛮横 并且还欺骗硝烟 这让硝烟逐渐的失去了耐心 不过就在准备动手的时候 一道韭菜光芒便从天而降 随着光芒的到来 有着一位十分靓丽的姑娘 以及一位人身蛇尾的老者 住手 这位至尊大人是客人 老者浑浑的对着那几人说道 见到老者到来后 几个蛇人族的侍卫 也十分恭敬的退到了一旁 而随着老者一同前来的 也正是采林 他因为感应到了 硝烟和薰儿的气息 便立刻带着蛇人族组长前来 采林见到薰儿后 立刻上前跟他拉起了手 丝毫没有注意到一旁的硝烟 你这是什么情况 跑到蛇人族 这个族内还不让我们进去 硝烟虽然被无视了 但还是厚着脸皮 凑到了采林身边询问道 两位尊敬的至尊大人 我们蛇人族 从来不跟外族有任何的联系 怠慢了两位大人 还请见谅 请到族中歇息吧 此时族长对着硝烟和萧勋儿 解释了一番 便邀请硝烟他们前往族中 而硝烟也有不少的事情 打算询问采林 便也答应了下来 在众人回到蛇人族后 采林便将自己来到 大千世界之后的事情 全部告知了硝烟和萧勋儿 原来在采林进入了大千世界后 因为灵力的童话 导致了采林化身成为本体 九彩吞天蟒 而巨大的能量波动 瞬间让蛇人族察觉到了 九彩吞天蟒在大千世界中 同样是超级异兽的存在 对于蛇人族来说 也是圣兽一样的存在 所以蛇人族的组长 便帮助采林完成了灵力童话 希望采林能够留在蛇人族中 庇护他们 不过采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他可以先留在蛇人族一段时间 但是硝烟来找他的话 那么便会离开 所以蛇人族的侍卫们 拦住硝烟 并非是因为不跟外族人交互 更重要的是 不希望采林离开罢了 毕竟他们等了几百年的时间 才再度等到了 这位超级异兽 蛇人至尊强者 感谢组长对我妻子的帮助 如果组长相信我硝烟 那么之后 如果组内遇到任何的事情 我硝烟都会义不容辞的帮助 算是回报了蛇人族的这份恩情 不过我的妻子 还是需要带走的 硝烟对着蛇人族的组长 说出了这番话 采林必然是不可能留在这里 虽然蛇人族对她不错 但毕竟这是大千世纪中 谁能够保证之后 会遇到什么样的强者 入侵蛇人族呢 自己的妻子 自然是留在自己身边才行 不过此时蛇人族的组长 沉默了下来 然后起身 去跟其他的长老商讨了一些什么 那么硝烟能否成功带走采林呢 我们下期再见吧